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隔着台湾海峡对岸是台湾,也许当你站在厦门还可以吹着海风,眺望海浪汹汹中的那一边。 在中国古代时,从中国大陆举家带口牵去台湾岛的行为,还有个专门的名号,过唐山。 在台湾有这么一句谚语,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 说的是,当年挥类母亲故土的移民,心内难言喻的无奈与纠结。 唐山,当然不是那个河北的唐山市,而是指代大唐的江山。 因为最早出现这个名号时,大唐还处在四海贤府,八方来朝的中心。 有一群先民在那时已然准备背井离乡,最后的告别只能望一眼最深情的故土皇帝。 挥手抓一把母亲的土,抬头望向大海胸外的那片绿色岛屿,踏上风雨阵阵的破船。 这就是过唐山。 台湾的移民史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移民来自大陆五湖四海,真正的四海为家,以南方为大,北方为小。 而最大的移民部族是敏月两省的先民,而又与二省选大,则为与台湾一海相隔,一一带水的福建省。 再认真点,往里再钻下去,就是闽南先民、泉州、漳州、潮汕部分地区等地。 而到了台湾后,泉州和漳州却在台湾打了一架,而这一架一打就是三百多年。 其中大规模的泄斗是从1769年到1865年,这就是被掩埋在厚厚灰尘中的张泉泄斗。 但真正大规模的移民愣潮拍到台湾海岸之上的时间,已然是明代,而且还得让我们从荷兰人和明朝正成功说起。 台湾的原住民是像阿里山的树木,像浊水溪的渔群一般的高山族。 高山族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民族,而是指全体台湾原住民。 在荷兰人于17世纪登陆台湾之后,发现这片长满耶林,白沙整着蓝海的岛屿太过巨大, 而这里的原住民太过极傲且太少。 戴着枪炮不但农具的荷兰人想出了一招,招纳中国大陆汉人来台。 当时的台湾没有什么汉人,只有大约1500多名福建渔民,短暂停留,只为捕海鱼而已。 荷兰人在台湾驻守着2200多人,他们脑子不傻算了一笔账,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者欧洲招来移民,都不如从大陆招人划算。 这与那些愿意颠沛一乡的福建人不谋而合,中国人从来都是一个树一般的民族,扎根在哪里,繁荣哪里。 荷兰人给的条件是每个月6到15先令, 大量的福建年轻力壮的游民或者吃手空拳的破产农民就踏上了他们眼中吃人,被换作黑水沟的台湾海峡上的渡船来到台湾。 这一次移民潮连同郑成功拒台后的浪潮,成为第一次大规模台湾移民潮,是为闽南人占领台湾打下了基础。 是逢满清入关,畏惧满人的明朝移民在1644年前后,趁着郑成功驱除荷兰人而入台,特别是大量福建移民,都随着国姓也到了台湾,达到第一次台湾的人口巅峰。 几个月进增3万多人,台湾的军民达到10万之重,而在今天的台湾2300多万人口之中,80%的阻击都是来自大闽南地区的泉州府,泉州、厦门和漳州府,漳州、潮汕部分地区。 如果说台湾是一碗白米饭,那么闽南血脉就是那一桌风生水起的沿袭,没有了他们,这碗饭将会平平无奇。 民政在台湾很快站不住脚,中国大陆已改朝换代,泉州人施郎请着大清的旗子来到台湾,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台湾军民,还是宣布,愿帅局道归若大清之臣民。 当时,福建沿海石油九成的居民不是农丧,因为这山水崎岖的恶地实在跟不了,而彼岸的台湾愚米丰饶。 清朝开始,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潮接踵而至,没错,海市民的人居多。 早在随着国庆也来到台湾的人群中,泉州老乡们聚集在以台北为中心的台湾北部,而漳州老乡和客家人在以嘉义为中心的台湾南部。 明末开始,由于土地、水源、林木、狩猎等生存资源的争夺,在台湾中西部依然爆发了零星的泄斗, 大者就几百人,小者几十人而已。 泉州氏族和漳州氏族,虽然在生产资源上的冲突是明刀明枪的,但其实在冲突中已经暴露出了一个问题。 两个氏族中的血脉矛盾,真正大规模的张权泄斗开始了。 所有汉人都已经垂了辫子了,那已然是清朝在台湾站住脚的年月了。 从明末到清初,台湾的人口不断的暴增,根据台湾辅制,在康熙年间起,大概有二十来万闽人渡台。 康熙年间的人口不超过一千九百来万,可以看出,当时福建人的人地矛盾已经很突出。 无地可耕,就找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婆就成不了家族,成不了家族就没有香火。 他们大多,大多是从闽南背舍而来的赤脚汉,用闽南语说就是罗汉脚,说白了,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美爹美娘,美儿美女,每个媳妇热炕头的游民。 潜龙年间,台湾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潮汹涌来袭,虽然清朝皇帝明令禁海,不让沿海居民渡海谋生,但是政策能尽得了万里海江,尽不住渴求生存的事态人心。 潜龙也忙着下江南,而闽南人忙着渡台湾。 潜龙一朝,台湾人口聚增至四百万之重,这和当时总人口积增三亿的现实分不开干系。 不少闽南鲜明死于海峡之中,汹涌澎湃的黑水沟,吞噬不了追求未来的心。 当时的台湾移民最大头还是闽南人,就是前面说过的泉州人和漳州人,还带着点客家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台湾西部沿海平原,那也是个土地拥挤的地儿。 矛盾出现了,总避免不了血腥事件。 最开始的泄斗是泉州人发难,由于泉州氏族,人多是众,而且大多更为富裕,需要的土地财产更多。 又由于泉州在历史上的抗顶制地位,作为福建经济中心,文化古多的泉州自然看不起无名无文的张州。 当时的张权人口分布非常复杂,泉州宗族多处在北部沿海与台北盆地,已经中部沿海地区,而张州宗族则占据加南平原,宜兰平原等较为内部的平原地带,而台南一带则为张权混居。 很复杂是吧,但只要记住两个趋势,泉州人主要居于沿海和北部,张州人主要居于内陆和南部即可。 泄斗之原因何为土地、水源、宗庙、市镇、文化、习俗,甚至包括闽南语的腔调问题都可以大打出手,但总而言之是为了生存。 近代的福建省官员张继兴曾说过,名省百八十宗族,全张明峰彪悍,泄斗不止。 百年而来未止也,原来在福建省是他们依然打得不可开交了,就好比在美国互相搏杀的印第安族群。 台湾的张权泄斗不过是矛盾计划下的延续,福建人对于宗族血亲的概念看得很重,可以说是饭可以不吃,但是族里有事不能不帮。 在台湾时,古早已有泉州和张州人建立的大士族,后来的移民到了夜九自动战队和他们结社一并。 往往带着农具,棍棒,铁枪,刀剑,甚至土之火药和枪械互相搏杀,烧毁房屋和宗庙更是得心应手。 台湾总兵压根没办法治理,为此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 总兵和总督管不了,地方官当然是各家自扫门前雪,清代式的台湾更像是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宗族社会。 说来也好玩,历史在台湾开了倒车,回到了士族首领一呼百应的岁月里。 记录在册的大规模泄斗就有上百次,比如1783嘉义大泄斗,1806新竹大泄斗,1844台北大泄斗,1855淡水厅大泄斗等等。 张权也是各有胜负,但伤亡者非常之大,诸如1855淡水厅大泄斗伤亡者过千。 在这些龙蛇混在的大泄斗之中还出现了一些不安的因素,比如借题发挥的台湾反清的三大明辩,以及天地会的借机形式等等。 更别说那些一天时长的小泄斗,从张权两大宗族泄斗,到张权内部的宗族泄斗,无休无止。 这些泄斗顿顿续续大大小小,一直持续到了日本侵略台湾和民国之初。 由于不足长老和乡绅的调停,加上官府的戒严,在清末时泄斗依然开始收敛。 到了日本侵略台湾岁月里,由于共同的压力,张权泄斗也渐渐平息,心里的家国大义取代了宗族情节,开始转而抗日。 诗人不该只记住台湾原住民的物赦起义,也该看看台湾汉民们的抗日之举。 但张权之间矛盾的烈火仍然燃烧着。 台湾人有一些传说诸如怪的论神似的,张权宗庙,鬼魂泄斗之类,据说台北龙山庙会在中原街显出张权鲜明之魂泄斗的鬼异场景。 当然都是些无稽之谈,但可以能看一些当时历史的影子。 宗族是一个避免不开的词汇,虽然张权泄斗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土地和生存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从开始到结束, 宗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因素,福建的宗族保持非常之好,而关于张权泄斗这样一件鲜有人知的历史更是不必多说。 虽然泄斗大为不可,但在后期张权放下成见一心抗日,也可以看出宗族对于中国人的凝聚性。